谢阿森工艺师 家里已经养了二十几头猪 为的就是要等到他的拼板舟完工时 就要把他们杀来举办庆功宴 宴请亲朋好友 这猪很多 有几只 大大小小大概二十几 养那么多猪是为什么 那我们狼狼的男生 男人都不能没有船 所以一定要照 尤其看到小孩子长大 当然要载他们去海洋 大海那边去跟爸爸学习什么抓鱼 这样所以那如果要这样造船 那不说造一造就这样 我们还是要与我们男人的习俗 传统 如果你有办法的话 就是要从养猪 养四五年 然后才开始去开墾 找地 开墾种一头大概也要三四年吧 那就开始砍这个 平板桌的这个木板 那等做好的话 猪也差不多多很大啦 那一头也差不多成熟 那个时候就落成 所以我要养那么多猪就这样子 阿森大哥为了打造一艘 可以带儿子出海的平板桌 已经整整准备了十二年 这段期间 养猪跟种芋头 都是要用在平板桌完工后的 庆典上 可以想见 一艘新的平板桌 对个达武家族而言 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啦